生活习惯 道德里面完全融成一片 所以中国全民接受它 容纳它 成为中国自己的国 那么再看看 基督教的中国 它的历史一百多年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大概有一百三四十年 我曾经听一个美国的牧师告诉我 在中国 整个中国 包括大陆 他们的信徒才一百多万 所以牧师说这个话很上心 他说我们多少人在这里工作 一百多年 才只有一百万的信徒 但是他不晓得他为什么失败 他不知道 他为什么失败呢 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他要跟中国历史文化背道而驰 中国人不能接纳他 第一个 他不败祖先 中国人是以孝道为基础 这个不要祖先 这个人就忘本了 我们怎么会容纳他 所以中国的能力道德 他没有去研究 中国的历史文化 他并不了解 完全拿着外国人到中国 要中国人学做外国人 那么换一句话说 全世界弘扬的时候 那个路途依旧非常健康 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 跟你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 怎么能接纳 怎么能够容忍 我举的例子很简单 佛教到中国 所建的这个道场 中国宫殿时代 不是印度那个教堂寺庙的样子 如果把印度那个样子进了中国 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进他的道场 这个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胸襟扩大了 没有自己啊 假如基督教的时候 要有佛教这种智慧 到中国来传教的时候 教堂盖成中国式的 那他今天至少有一千万信徒都不止 这就是不知道本土啊 要求你们要信我 要做外国人 把你们自己的祖先父母都不要了 这怎么可能 这大错他错啊 那么佛教对任何国家民族 他的态度是绝对尊重的 这个大家欢喜 对你换句话说 完全没有一样 是对你的 他讲究的是圆荣啊 那么诸位了解 密宗里面 那些神呢 非常知道 像这个西藏的密宗 如果诸位念一念这个西藏的佛教史 你就会恍然大亡 佛教没有到西藏的时候 佛教传到西藏很晚 比我们中国要晚六百年 这个佛教传到西藏啊 是唐朝文臣公主 把佛教传到西藏去的 但是佛教没有去的时候 西藏自己有他的宗教 那么他们所拜的这个滚神呢 很复杂 佛教传过去之后呢 这是佛教非常高明的 有没有反对你神呢 完全接纳 完全接纳 连你的宗教仪式都不改变 但是 讲法一一眼 用佛教的精神灌进去了 换句话说 把你那些神教都变成佛教了 这可高明啊 这是真正的智慧啊 因为 他们宗教已经信仰那么多年 在那个地方根深蒂固 你要是反对它 排斥它 那么换句话说 佛法就不能在那个地区立足 没有办法利益一切都此 佛法的精神是叫你觉悟啊 所以佛法修学 我们非常了解 他教人的时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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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纲灵 就是三句话 这耳不迷啊 这耳不迷啊 嗯 这是佛法修学的总纲灵 所以一拜神 佛在神 这个神的真相 完全跟你说明 那就不是迷信 我们尽量神之德 我们的 我们效法神的 聪明正直 这就变成教育 啊 从前呢 是迷信的 现在的这个神 不迷路 那以前信仰啊 是邪迹 知见不正 佛给予你智慧 让你的信仰是正信 不是邪信 啊 以前呢 你身心呢 不清静 现在佛法教给你身心清静 静而不然 这个对于任何宗教 都有好复 都有利益 不但对宗教 对学术 甚至于对科学 都有直接的利益 啊 有很大的利益 嗯 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 就像 在余荣的法界里面 这个社法界是平等的 啊 所以大惊善强 一切众生 本来成福 那哪有差别 所以佛法是最平等的 成福 就是成就啊 热正尽的圆满 你觉悟圆满 你正知正见圆满 你清静心圆满了 这也叫做成福 啊 为什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福呢 所以说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的 自信里面的决真境啊 他本来是一样的 啊 换句话说 宗教 宗教